请问,2月2这一天,龙为什么要抬头呢? 相传在古时候,人们因为龙芒耽误了寄天的时间 玉帝知道后非常生气,就命令龙王,三年内不能降雨 从此以后,人间连续干旱,老百姓苦不堪言 后来,龙王的小儿子青龙不忍心看百姓受灾挨饿 于是,偷偷地给人间降了一场雨 玉帝知道后非常生气,就把青龙压在了一座大山下面 还在山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 青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 要想重灯灵销店,除非金豆开花时 青龙被困,老百姓非常着急 谁也想不出来金豆怎么开花 直到第二年,2月初一这一天 人们把家里的黄豆、玉米拿到院子里翻晒 有个老头忽然觉得,黄豆和玉米粒非常像金豆 于是就拿回家里面,放在锅里炒 只听见锅里噼里啪啦的响声 老头揭开锅盖一看,大声叫道 金豆开花了,金豆开花了 后来啊,这件事传到了天庭 玉帝知道后,只能赦免青龙 之后,大山被劈成了两半 青龙冲破山石,抬起头,腾空而起 瞬间天降大雨,万物复苏 从此啊,2月2龙抬头的说法就被流传了下来 并且形成了很多习俗 比如,2月2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 2月2打房梁,蝎子无功不下墙 2月2扫锅底,省柴省火不费米 2月2扫抗席,清清爽爽到年底 这些都寄托了老百姓们希望生活风调雨顺 五股丰登的美好愿望 我在这里也祝愿大家 2月2龙抬头,美好生活更上一层楼 好运连连,无尽头 2月2日